你们是图书馆的人 什么图书馆 嘿嘿 竟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 怎么不说词啊 我们是图书馆 你这人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呢 图书馆就是由一群疯子组成的危险组织 他们一直试图捕捉异想体 这原因嘛没有人意了 总之这枪化少女就由我们 枪化少女呢 追 那我们呢 先回公司吧 张成要求确认信存者安全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本来是裤子 不穿裤子的裤子 这个名字不是 可乐到底发生了什么 刚刚怎么突然没信号了 到现场后遇到了异想体 还有读书馆的人 这些不重要 总管你猜这个信存者叫什么 什么意思 裤子 幸存者的名字叫裤子 和公司创始人同名 什么 在想我的事情 听可乐说你叫裤子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加入脑叶公司 我们的职责是收容保护异想体 比如你之前遇到的那个 就是编号F0102的异想体 江化少女 异想体是但于想象之中的生物 它们通常有着特殊的能力 一般情况下都会很危险 好既然如此 我就不打扰了 先告辞 总管 我们要这么放任他不管吗 哪有这么简单 如果我没记错 一想体短时间在他附近出现了两次吧 你是说裤子被江化少女锁定了